我們看到歐盟包括歐洲議會跟歐盟成員國 開始預計今年七月 就要推出一個歐盟數位的新冠證明 然後通過這證明的要件就可以往返歐洲這些國家 那國人擔心如果今天施打國產疫苗 有沒有可能不被國際認證的可能跟風險 這個還是要持續的努力跟溝通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國外的疫苗人多 AZ這些都會被認可 國產疫苗會被認可 那國產疫苗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跟風險 怎麼樣 我們的國產疫苗如果開始施打 沒有辦法即時的得到國際認證這樣的可能跟風險 當然有 那怎麼辦 如果再使用這些東西 我們會提醒民眾 就是在目前來講 這個疫苗處理在世界上所相關的一個status 那民眾如果有些是有特殊學 包括工作上面需求 他是商務人士 他需要往返其他國家 學生 他適應到學校 求學 到國外念書 甚至有些民眾他可能健康因素 他想選擇國產 他不想選擇某一廠牌的國外疫苗怎麼辦 也就是最終民眾到底有沒有辦法自己選擇施打哪一個場的力量 目前當然是根據攻擊力量跟排序 那他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什麼時候開始 在我們大量可能下一波 什麼時候會大量充足的疫苗進來 約的系統開始的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 八月底一千萬人進來嗎 以前就可以了 多少 什麼時候 比較大的量進來的時候 就讓開放比較多的人的時候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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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